1944年6月6日 曾被盟军总司令埃森豪威尔称为 史上最漫长的一天 在这一天里 288万盟军士兵分别从五处滩头登陆诺曼迪 登陆最顺利的部队是美军第四步兵师 他们的登陆点是犹他海滩 德军在此处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 因此美军十分轻松地占领一片登陆场 并与后方的散兵成功会合 但在另一边的奥哈马滩头 美军第一 29步兵师的处境却十分困难 悬崖上的德军居高零下 利用机枪疯狂向海滩上的美军扫射 第一批上岸的美军死伤惨重 奥马哈俨然变成了屠宰场 更糟糕的是 大部分美军坦克都陷入了海中 一时间动弹不得 无法为步兵提供掩护和支援 幸存的士兵只能四处寻找掩护 他们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还击 不过很快 游骑兵的到来改变了不利的局面 美军75游骑兵团第二营 在强攻奥克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海军舰炮的火力掩护下 他们借助转梯爬上了悬崖 寒登上奥克脚的美军游骑兵立即与固守的德军914制弹团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而英军方面 英军第50师和第30分别在黄金海滩和箭滩登陆 他们并没有遇到太激烈的抵抗 成功占领了一片登陆场 与前两次登陆相比 英军做的准备更加充分 他们准备了专门用于攻坚的特种车辆 登陆行动一切顺利 最后一处登陆点诸诺滩头 登陆部队是加拿大第三部兵师 他们的遭遇和英军类似 当面的守军抵抗非常弱 在登陆当天 只有奥马哈滩头的战斗最为激烈 其他四处登陆点战斗都异常的顺利 仅6月6日这一天 盟军的登陆场就已经出具规模 英美两军已经计划分别向卡昂和瑟宝进军 而德军方面 负责西线防务的隆美尔元帅 在盟军登陆当天 正在陪他的夫人路西过生日 听闻盟军登陆的消息后 他紧急回到了前线 6月7号盟军登陆第二天 希特勒将五只装甲师交给了隆美尔 命令他立即发起反击 但是这些装甲部队都驻扎在法国内陆 坦克必须经过长途跋涉 才能到达诺曼底前线 在盟军猛烈的空袭下 德军装甲部队还未交战 就已经是损失惨重 根本无法及时呈建制投入作战 德军第二十一装甲师 虽然驻扎在诺曼底前线 但该师装备较差 所发起的反击军已惨败告终 实际上 德军已经输掉了这场战役 盟军越来越多的军事力量 正源源不断地抵达诺曼底 尤其是重装部队的到来 使得盟军的登陆阵地变得越发坚固 五处登陆场 只有奥马哈滩头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在此防御的德第325步兵师战斗异常顽强 凭借着有力地形和后续赶来增援的坦克 遏制住了美军的推进 但他们的抵抗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此时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部队已经扩大至十万 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成倍增加 不过盟军虽初步取得了胜利 但离他们的预定目标还差很远 在接下来的八周时间里 盟军被困在诺曼底 一直没有什么太大进展 德军装甲部队没办法将他们赶下大海 于是主动构建了防御 这让盟军快速向法国内陆推进的计划破灭了 1944年6月份 已经在诺曼底占据一席之地的盟军 开始向法国内陆推进 而德军依托有力地形顽强抵抗 使得盟军的推进速度变得极其缓慢 英军在六天的时间里 仅向前推进了十公里 不过好在盟军一直掌握战场的制空权 德军后方增援部队的行动也变得十分迟缓 希特勒的几个党卫军装甲师 花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才终于抵达诺曼底前线 蒙格玛丽麾下的英军第七装甲师 向卡昂西南的《未来博日》推进时 正好遇到了从亚冕赶来的 德军党卫军第二装甲师 双方随即爆发激战 英军人坦克损失很大 只能被迫后撤 英军所装备的谢尔曼坦克 无法抵御88毫米炮的轰击 高大的车体使德军射手瞄准十分容易 同时谢尔曼还有一个致命缺点 就是击中后非常容易起火 因此盟军士兵也将该坦克称作朗森打火机 虽然英军的进攻没有进展 但却将英军精锐的第二装甲师 吸引在卡昂地区 为美军进攻创造了条件 当美军占领卡朗坦后 德军从卡昂地区无法抽出部队 只好从布列塔尼半岛紧急调来 党卫军第十七装甲师 攻击美军侧面 以消除美军对色宝的威胁 美军经激烈战斗击退了德军 并成胜于1944年6月14日 突破德军在圣索沃地区的防线 终于于1944年6月16日攻占了圣索沃 美军的目标是位于科唐坦半岛北部色宝 色宝是一个大型军用港口 占领了色宝 就意味着有了一处大型补给站 这对于刚刚在法国登陆的盟军来说非常重要 攻击色宝的是美军第七军 由于德军得不到增援 因此该军很快就完成了对色宝的包围 25日 美军第九十两个团率先攻入色宝 惨烈的巷战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才结束 约有6000名德军成为了俘虏 色宝之战虽然结束了 但美军并没有如愿以偿得到这个港口 德国人在投降前 已经将港口设施破坏殆尽 美军只能重新修建这座港口 要等这座港重新投入使用 还需要三个月以后 而就在美军进攻色宝的同时 蒙哥玛利指挥英军第二集团军 也开始向卡昂进军 驻守在卡昂的是党卫军第十二青年师 该师总共有两万人之多 是正常编制的两倍 并且绝大多数都是16到20左右的青年 同时他们还拥有上百辆坦克 装备非常精良 在这支部队的阻击下 英军的进攻变得举步维艰 地面进攻屡次失败 愤怒的英军出动了大批重型轰炸机 对德军基地进行密集轰炸 在40分钟里投弹达2500吨 德军虽然惨重伤亡 但卡昂也变成了一座废墟 其损坏程度甚至严重影响了地面部队的推进 因此英军于1944年7月10日才占领卡昂 在随后的一周里盟军一边补充兵力物资 一边不断向正面德军施加压力 此时在整个战场上 盟军建立并巩固了战略性质的桥头堡 一场冲出诺曼迪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已经放到了盟军指挥官埃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 自此诺曼迪战役正式结束 是不是有了 请不吝点赞 诺制下来